303全台大停电 就连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 受赠锦辛勋章的直播 也被迫取消 民众党立委指出 民进党的能源政策 主排到2025年 对于2050年净零碳排的目标 政府应该要赶快提出 确定净零路径 让产业跟民众提早因应 应该要做电子 电子业的政策环境 盘点所有需要的水电土地 跟应该刻意的一些 节目减碳还有绿电的义务 而不是放那这样子的 一个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 而照单全收 先前政府承诺 2025年的绿电占比 要达到20% 但台电资料显示 到目前台湾再生能源 却只有6.3% 但近来俄乌战争爆发 让油气霜涨到高点 加上欧洲多国 为了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 纷纷加快能源转型 但政府未雨绸缪的脚步 似乎完全没跟上 我们自己好几位委员 都直询了王美花 我们就说 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现在油这么高 气这么高 他就是同样一套标准 意思是说 我们有长约 可是我跟各位报告 长约三月就到期了 三月就到了 那后面呢 过去企业在做这一类的 捷径能源或捷能减碳 它可能是属于CS 它是社会回馈的责任 但是在未来 他们是实打实的 在出口到欧盟的时候 他就会被收所谓的碳管税 所以在这情况之下 我们的台湾政府 能怎么样去协助他 名单提醒 加收碳费 电价合理化 跟开展多元的再生能源等等 都是政府责任 推动能源转型 不是光打政治口水 应该要以科学 理性态度好好面对 确保民众生活品质 记者顾参用台北财富某道